1月17日,富邦金控蔡明星董事长圣希尔维斯特爵士册封典礼 在佛仁大学静心堂举行 由天主教台北总教区中安住总主教主理 册封典礼宣读教宗诏书 D ecclesiae reique catholice bono adque incremento bene meritum esse ut patens gratas nostras voluntatis testimonium promamus te ricardum zai ex arcidiocesi taipe hensi equitem ordinis sancti silvestri pape eligimus facimus ac renunziamus dibique facultate entribuimus privilegius omnibus utenti que cum ac dignitate sunt coniung 殿正教宗造塑 肇正教宗造書 好 好 請您幫忙介紹 有給撒汗水 祝福爵士袍 勛章 礼罐 和寶剑 这些都是象征烘氏榮賢 Emera 串销 亲爱的蔡秉兴弟兄,请接受这个绝世袍,它是荣耀与责任的象征,请效法耶稣基督不为受人服务,而是为服务众人的精神,以爱德,为社会弱小民众谋求福祉,以荣主救人为毕生的志业。 现在由董事长夫人和骑士团团长协助蔡明星候选人穿着绝世袍,以保健策锋。 我以决旗士团总监的名义,现在册封并宣布你为希尔维斯特爵士,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 受勋章 请接受圣细尔维斯特爵士的勋章 受礼贯 请接受圣细尔维斯特爵士的礼贯 亲爱的爵士,请接受圣细尔维斯特爵士之礼贯,并以洁身至爱,为福音作证,善度基督徒的生活为荣。阿们。 受宝剑 亲爱的爵士,请接受这把宝剑,从今以后,要以维护上主的荣耀,教会的权利,社会的正义,与世界的和平为己任。阿们。 请新爵士转身接受大家的祝贺。 在行政院长陈建仁弟兄,对新爵士,蔡明欣弟兄,不断对有需要的社会每一个角落奉献自己,表示感谢之后。 在这一项圣细尔维斯特册封典礼着力甚深的福大校长江汉胜所。 不过真的是我们这些年来,尤其是我做校长这阵天,我们的蔡董事长给我们辅导非常多帮忙。 一直到最近我们有个艺文中心的沙龙,他也来参加了。 所以体育也是,所以我们体育真的是不错。 我们现在的棒球、篮球都打进复赛了。 我跟陈院长一样,都是球迷啦。 谢谢福邦的帮忙,真的谢谢福邦的帮忙。 跟教廷去申请,那这个程序其实是非常繁琐,这中间有很多人帮忙。 我们很感谢我们教廷的李大使,他也帮了非常多的忙。 还有感谢陈大华官也帮了不少的忙。 那我们这些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荣耀。 那这个也非常恭喜我们的蔡董事长。 我们希望今天蔡董事长成为我们天主教的这个爵士以后呢, 将来我们跟这个福邦集团共我们的福人大学, 还有天主教会能够共同一起来努力。 那么能够对社会有更多的一些公益的一个贡献。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获得册封伟这个教廷的爵士。 我想这个是一个天主的特别的恩宠。 也是应该是我人生可以得到最大的荣誉。 应该是不可能比这个更容易的事情。 而且我们是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相信就称义。 而不是说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多少善事。 所以这是一个grace。 为什么叫恩典?就是白白得到的才是恩典。 不是因为你努力得到。 另外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在企业界打拼的,我比较最喜欢的这个圣经的京剧。 因为我们工作中常常遭遇到很多这个挑战跟困难。 我也想到,常常想到菲利比书第四章第六节。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 将你的需要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一念。 也想像着这个《铁撒伯尼加》前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要常常喜乐不助祷告,凡事写安。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上帝的眷顾, 这跟这个教宗的台爱。 看着蔡明欣的妈妈,富邦集团总裁夫人, 蔡阳湘勋和哥哥富邦集团董事长, 蔡明忠等家族成员,攜手同庆。 相信这份天赋的眷顾将永存在他们心中。